我向滿人間 絕塵踏月風度偏偏 一眨眼只剩下一縷煙 留不住來不及思念 我問我自由何家 天地大是海我家 只清楚若為輕易付出代價 月亮我也能扛下 無所謂天下無敵 神兵器通槍鐵 畢也有空隙 八九問月還要誰能這身去意 飛煙彩鐵為我雙翼 看誰佔心悄歸迷 連命裡比武士顛覆了真理 心下藏意揭露所有歸迹 一香氣為我留下 修傳情 竟然飛煙彩 迷你 好 天地 我冲啊 你 真的好 你找到我 prowad你 你 숨心 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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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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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子 小兔 不招呼朋友 要到哪里去 小兔子乖乖 把门开开 客人 你是客人吗 你是个大骗子 你是个小偷 无论如何 做亏心事的又不是我 所以我不用钻地洞了 我的朋友都在地洞里面呢 我找他们玩 关你什么事啊 你钻地洞是为了找朋友 难道你的朋友住在地洞里 那么你的朋友一定是兔子 只有兔子才会钻地洞 你猜对了 这兔子比人好玩多了 为什么不能跟兔子交朋友呢 没错 找兔子交朋友至少没有危险 因为任何人装疯的时候 兔子都不会发现的 看样子 你也想跟兔子交朋友 来来来 跟我一起来 我带你去 我又没有杀人 也没有装疯 我为什么要跟兔子交朋友 你 你在说什么 我还小 我听不懂啊 其实你用不着再装疯了 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 我当然知道我是谁了 我是薛家的二少爷 又谁不知道啊 除此之外 你还是天下第一号的冷血凶手 凶手 什么是凶手 我的手很凶吗 我看 我的手不凶啊 你一走进这屋子 就立刻发现有人进来过 虽然你的东西放得乱七八糟 但是只要有人动了一动 你就会立即察觉到 我的兔子朋友都这样 只要你去了 他们立马就知道你来过 这么说 他们也是凶手 手 你算准除了我之外 绝对没有人会怀疑 所以只要有人来过这个地方 你第一个怀疑的就是我 你 当然是你了 因为你是个大骗子 你是小偷 你这间屋子 虽然看起来很像疯子住的地方 其实 有很多破绽 是绝对逃不过明眼人的眼睛的 明眼人的眼睛 你让我看看 你让我好好看看啊 你不是明眼人 你的眼睛很红 像我的小兔子朋友 这里像是书生的书斋 虽然 虽然你把书堆得乱七八糟 其实 却自有条理 唯一不同的是 这里比起书生的书斋 干净了很多 所以我劝你下次再装疯的时候 记得先买好些牛粪狗屎 撒在地上 还有 你脸上擦的粉 也不必那么抢救 随便找些墙壁灰 涂涂就行了 墙壁灰 怪不得你脸好白 原来你用的是墙壁灰 真好真好 你原来用的是墙壁灰 最重要的是 你不应该把那些衣服留在衣柜里 衣服 你真讨厌 你偷看别人换衣服 那些衣服 就是你用来杀人的衣服 你知道我发现了这些事 怕我揭穿你的秘密 所以想一走了之 但这次我怎么样都不会让你溜走 起初我刚见到你的时候 我只觉得有些奇怪 并没有想到你就是那冷血的凶手 如果不是你急着想杀 我还真的想不出来 是 他们都说我是疯子 你说我不是疯子 你真是个好人 到后来你发现 要杀我其实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你就嫁祸于我 利用你兄长的利剑来取我的命 于是你就先去盗剑 然后再去行刺 因为薛家中的每一片土地 你都了如指掌 来取自如 谁也抓不到你 尤其是那上门 你也要抓到你 你也要抓到你 当大家都在抓刺客的时候 你就从那扇门溜走 溜到这个房间里来 再趁大家都不注意的时候 回去把那个锁给锁上 就算有人发现了你 那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你没在那些人眼中 你只不过是个疯子 这就是你所谓的隐身法 哦 你的确是聪明过人 把每件事都设计得天衣无缝 让谁也没有想到 薛家庄的二公子 薛仁的弟弟 居然是一个会被钱 可以买得到的刺客 会被钱去杀人 就算说出来 我看也没有人会相信 对呀 谁会相信薛二少爷为钱去杀人呢 荒唐 荒唐极了 一点也不荒唐 因为你杀人 并非为了钱 而是为了你的权利 为了补偿你所受的弃 谁受弃了 你说谁受弃了 谁敢让我受弃 我哥哥是天下第一剑客 谁敢让我受弃 就因为你是天下第一剑客的弟弟 所以才会落到现在这种地步 你本来真的很聪明 又有才气 武功又高 在武林中 也算数一数二的高手 依你的才气和武功 肯定在江湖享受一番胜利 只可惜 只可惜你是薛依仁的弟弟 因为你所做的一切 将被天下第一剑客的光芒 所埋没 无论你做了什么事 大家都不会为你喝彩 只会为天下第一剑客的弟弟喝彩 倘若你有成就 那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你是天下第一剑客的弟弟 但是如果你做错了一件事情 那你就罪大恶极了 因为人们都会觉得 你丢了天下第一剑客的脸 倘若换了别人 早已经向命运低头了 就此消沉了 但你是一个不肯服输的人 而且你也知道你的成就 是永远不会超越你的哥哥的 这一切自然来自你哥哥 从小对你启望太甚 约束你太严 爱之深难免责之切 所以你才要反抗 但是你又知道 在你哥哥的约束之下 你不能轻举妄动 所以你才想出了装疯这个法子 好让大家不再注意你 好让大家对你失望 这样子你就可以自由自在 做你想做的事情 你走走走走 好 你要是写书 我一定看 因为你编的实在是太好了 不过你非要说 我是刺客 我是凶手 拿出证据来啊 你要证据 当然 要是没有证据 那不成了 血口喷人了吗 好 你要证据 我就给你证据 这就是证据 这是什么证据 这把锁是那大门上的锁 已经许久没人动过 除了前天那位刺客开过 就再也没有人动过它 是吗 也就是说 这把锁上面留下的手印 一定是那个刺客留下来的 是不是 但是现在这把锁上面的手印 却只有你的而已 手印 什么手印 人乃万物之灵 上天造人 的确奇妙地很 你我虽然都是人 但是我们的身材相望 却截然不同 这世界上也绝对不会有一个身材与相貌截然相同的人 你看 每一个人手上都有掌纹 每一个人的手指上也都有指纹 每一个人的手掌跟指纹都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这世界上没有掌纹跟指纹相同的人 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件事情 你就会发现它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只可惜 很多人都没去留意 你那些把戏 只能骗三岁的小孩子 可是我已经十二岁了 你又何必把手收起来 这梳妆台上的每一样东西 我都仔细检查过一遍了 上面的手纹 和这把锁上面的手印 是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你所有的罪证 现在都已经在台面上 你想来都赖不掉的 你是说这锁上的掌纹 跟我这些盒子上的一样 这上面当然有我的掌纹了 其实你又何必这么做呢 你这么做就是做贼心虚了 也是 就做贼心虚了 你再去看我 是你毕的我没有退路了 我只有杀了你 杀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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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弟 你还是上了相帅的党 相帅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人的手掌上的纹路 的确 每个人是绝对不一样的 你用手掌去接住物件的时候 是 极有可能会留下你的指纹 这只不过是道理而已 就像有人说天元地方似的 永远无法证明 相帅 你也无法证明是吧 没错 这些道理可能在千百年以后 才有办法证实 但是在现在的确是万万不可能的 相帅 你也上了我的道理 我上了你的道理 那个杀手组织的首领 是 不是他 是我 是 是你 不错 是我 你只不过是兄弟情深 所以不惜为他受过而已 我就是不忍看他替我受过罢了 你看看 这庄园是何等的广阔 这开销是何等的巨大 我退隐江湖已经二十年了 如果没有额外的收入 如何能维持下去 这 我不会经商盈利 更不会求官求疯 更别提什么偷鸡摸狗的事 我唯一会做的 就是以我这把三尺之剑 去别人向上人头 为了保住我祖先传下来的宅子 还有那么多的门下弟子的丰衣足食 逼不得已 我只有以别人的性命来换取更多的钱财 我的二弟 他也是为了顾及我们家们的荣誉 才替我扛下你这个罪名 要不然 不要再说了 你不要再说了 涉嫌 他要死 快滚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我为什么一定要听你的 我四岁 你叫我十字 六岁叫我连剑 从来都是听你的 你说什么 我都不能违抗 你抱想大了 现在还要替我收过 在别人面前 你就是个有情有义的大哥 我就是个不知好歹的小弟 你是大侠 我是废物 我就是想做我自己 就是想做我想做的事情 哪怕是错的 周刘相 刺客是我 凶手也是我 我杀人不计其数 今天死了也够本了 你不用保管 过来娶我性命吧 过来娶我性命吧 真可怜我 我不要你们可怜 今天 我终于可以做一件 让我自己负责人的事情了 哥 来生 我们做朋友吧 二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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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嘻 为了这刺客总之的手里 我不知花了多少心血 也不知道跟踪了多久 现在总算心愿得长 可是我心里真的高兴 这刺客总算心愿得长 你老人家要是再不出来 我们兄弟都要急死了 我一点也不老 你们用不着着急 相帅是不是因为我们兄弟 没有和你一起冲进去 没有出去给你帮忙 你生我们气呢 我跟你说 帮忙倒不敢 我只求你们以后 不要再认我这个人做朋友了 为什么呀 因为我虽然什么样的朋友都有 但是杀人放火的朋友却没有 我没杀人 那放火呢 那倒是 只不过 只不过我 只不过 你为了我去放火 我应该感激你 是不是 那倘若你为了我去杀人 我是不是更应该感激你 小兔子 如果你放火 如果你放火烧的是恶人的屋子 杀的是恶人 虽然不对 也情有可原 但如果烧的是好人的屋子 杀的是好人 无论你是为了谁 有任何道理 都是不可以 你明白吗 我只希望你明白 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 你要记住 有些事情 不论你有任何理由 都是万万不能做的 我明白了 以后不管是为什么 也不管是有什么样的理由 都不能去做坏事 都不能杀人放火 只要你记着这些事情 你以后不但是我的好朋友 还是我的好兄弟 还有你要记住 男人流眼泪 一定要往肚子里流 这鼻涕毛 却万万不可厌啊 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内功绝技 这招 小麻子一直想跟我学 我都没教他了 那他人呢 对对对 他在前面 和一个朋友在等我们 肯定急死了 小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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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剑拜见小帅 起来 一剑 你们认识啊 小帅 今天多亏了这个小树童 要不我们根本逃不出来 那边怎么样 进来 进来 快点 快点 快快快 谢谢啊 不用谢 相帅 您的意思 我已经通知给二公子了 他的意思呢 二公子久眼相帅侠名 此刻只怕已在那边小屋中 恭候相帅大驾了 好 那麻烦你再转告薛二公子 请他稍后片刻 我马上就过去 是 你看你 这是什么呀 这是叫画子也得有点样子 你听 我有件事情 想要麻烦两位去做 不要说 一剑就是一百剑都没问题 昨天晚上我去找的那对夫妻 你们还认得出谋 你们还认得出谋 认得 认得 好 你们去找他们 然后将他们带到河边那间小屋 就说是我请他们去的 好 没问题 但是 你们将他们带到那小屋后 先在外面等着 千万不要让人发现 等我叫你们进去时再露面 放心 走 好 我跟你说 你得好好收拾一下 哎呀 真是谢天谢地呀 所有的麻烦事情 总算都将要过去了 不知道相帅可否查出一点眉目 二哥 如果你想让这件事情 水落石出的话 恐怕你还得帮我一个忙 什么事 但说无妨 我想请明珠外出一趟 你是说 让明珠离开制碑山庄 没错 离开制碑山庄 那如果花金宫抢人怎么办 二哥 你难道认为 花金宫能从我的手上抢走明珠吗 那好吧 就让明珠跟你走一趟吧 不过 她的安全 就交给你了 二哥 请放心 好 好 二哥 二哥 现在已经快到七天了 我知道 你答应过我 只要等到七天 你就让我回去的 嗯 那么现在我可以回去了 你当然可以回去 可是你回去之后 你父母还会认得你吗 如果换了是我 我绝对不认一个陌生女孩子 做自己女孩的 可是你答应了我 你就应该替我解释啊 你认为金宫夫人 会听我说的话吗 江湖中 谁不知道 楚相帅一诺千金 只要你说过的话 就算是你的敌人 也绝对不会不信的 你放心 我总是可以让你不愿 只是 有些事情不能太着急 一旦着急了 我的章法就会乱 哎 哎 哎 你等一下 哎 你 你既不送我回家 你要带我去哪 你看到这间小屋了吗 我现在走累了 先进去歇歇 我 我不想去 你 你是怕这间屋子里面有鬼 你怕什么 反正你都已经死过一次了 这 这屋子 是薛家的屋子 你又不是左明珠 何必害怕进不了这屋子呢 左明珠已经死了 你不是真的左明珠 你只不过借了她的尸身还魂而已 为何不可 何况 何况 你是薛二公子为过门的媳妇 迟早是要进薛家的 可是 可是 可是我 我是薛依仁的朋友 他不会建议的 相帅 相帅 你们认识 哦不 不认识 不认识也没有关系 反正迟早都会认识的 你就是薛二公子薛斌 不敢不敢 弟子正是薛斌 相帅的大名 弟子早已如雷贯耳 只是不知相帅 此次有何吩咐 吩咐到不敢 先进屋里面再说吧 请 相帅 等小兔子来了 您请他一个人先进来 是 好 这间小屋还真不错 就算用来做新房 也是相当好 是不是 薛二公子 不敢 是 月上柳梢头 相约黄昏后 直约在此间 倒真不错 相帅 这两个人 你是否认得 啊 这位公子啊 那当然认得了 这两位可是大方人 第一次见面 就给了我好几两银子呢 他认错人了 我不认得了 他认错人了 他认错人了 怎么会 怎么会认错 我们叫花子啊 嘿 见到大方人 那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 照你这么说 这位左姑娘 和薛公子 早已经认识了 是吧 我不姓左 他认错人了 我是诗音 我根本不认识他 你认识他吗 我 我 我 如果你是诗音 那么他又是谁呢 这 他 他 他 我听很多人说过鬼 但真正见过鬼的 却一个也没有 我也听很多人说过 技师还魂这件事 本来我是不相信 但我又不得不相信 因为 我见到左明珠的死 又见到左明珠 他复活 不要 我也看到 是因姑娘尸身 身上所穿的衣服 和左明珠说的 是一模一样 如果这还不是 戒时还魂呢 那这又是什么呢 可现在诗音姑娘没有死 这左明珠又怎么能开口说话呢 那这诗音姑娘没死 那她的尸体又怎么解释呢 这件事情的确很复杂 我也正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我屋意中 闯进了这间屋子 在火炉中 发现了一个梳妆匣子 那这梳妆匣子 和剑石还魂有什么关系啊 你如果想知道这个秘密 你就得帮我找一个人来 因为她与这些事有很大的关联 她也很想听 相帅 您说的是不是那位石姑娘 你也认得她 我已经把她请来了 可是石姑娘说啊 一定要换了衣裳 再来见相帅 这梳妆匣子和这件事到底什么关系啊 这火炉中 有个梳妆匣子 就表示 这里时常会有一对男女 来这里相见 我一直以为是另外两个人 直到 我闻到 他们的香气 发现和这梳妆匣子里的香气 有点不大相同 所以你听我这么一说 你就 我听你这么一说 我就立即猜到 这其中一人就是薛斌 那月和飞的季节 我在湖面的一边 寻找秋天烧来熏悉的烟 低速它不高耳边 你说记忆里不会失去的 始终淡淡化神味 这一天 停留在你的心 都变成了永远的瞬间 撤破的就要离去 看着渐渐消失的背影里 随着幸福也散去 万元的小弄力 转不出想念的回忆 旧时光都回不去 你说记忆里 你说记忆里不会失去的 始终淡淡化的香味 这一天 停留在你 停留在你脾气 都变成了永远的瞬间 舍不得就要离去 看着渐渐消失的背影里 随着幸福也散去 万元的小弄力 占不出想念的回忆 旧时光都回不去 若被